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经济的雇本培源策略 以及这一策略将如何影响资本市场 当前 中国经济正处于周期调整阶段 这一点从消费市场的冷清和大学生就业难等现象中可见一般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中国政府提出了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科技创新和优化营商环境来稳固经济基础的策略 然而 这些措施能否真正带动经济回暖 资本市场又将如何反映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重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023年初的中国 经济正处于周期性的调整阶段 这并非危言耸听 在城市的商场中 消费人群稀稀落落 与网约车司机的对话中 能深切感受到他们对生计的焦虑 即使是那些不常参与社会活动的超脱人士 也无法忽视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降薪现象 以及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和灵活就业群体的不断壮大 种种迹象揭示了一个简朴的现实 普罗大众的生活正面临困境 与之相应 资本市场也如一面晴雨表 准确反映了当前经济的真实状态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中国政府提出了固本培员的经济策略 这个策略并非空洞的口号 其核心在于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科技创新 优化营商环境等手段 增强内生动力 以抵御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措施 不仅稳固经济基础 还能培育出新的增长点 为未来的发展打开新的局面 基础设施建设无疑是 固本培员的重要一环 未来几年 中国政府计划在交通 能源 水利等基础设施领域大展拳角 这不仅是为了直接拉动经济增长 更是在为未来的经济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高铁网络的扩展为例 它不仅提高了人们的出行效率 还带动了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 再看新能源项目的推进 不仅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 还能激活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潜力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不仅提升了国民的生活质量 还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科技创新同样是 固本培员的重要内容 中国政府正鼓励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 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近年来 中国在人工智能 5G通信 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领域 取得了显著进展 例如 华为的5G技术 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代表 通过科技创新 中国希望在全球竞争中 占据有利位置 提升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科技的进步 不仅能带动经济增长 还能改善民生 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动力 优化营商环境是 雇本培员的另一重要内容 中国政府通过简化行政审批 降低税费负担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 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投资 例如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 为企业提供了 更加自由和便利的经营环境 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入住 通过优化营商环境 中国希望能够激发市场活力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这些措施 不仅能增强企业的信心 还能吸引更多的高质量投资 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 然而 尽管雇本培员 策略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 资本市场的表现 仍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地缘政治风险 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等 都可能对资本市场产生冲击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 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保持理性和谨慎 中国经济的调整阶段 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 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在所难免 但只要坚持改革开放 推动科技创新 优化营商环境 中国经济就有望在未来实现 高质量发展 在此背景下 资本市场作为经济的晴雨表 也将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 而逐渐回暖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 但中国政府的 顾本赔源策略正在为经济注入 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未来 随着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 科技创新的持续推进 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 中国经济有望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虽然前路漫漫 但只要方向正确 步履坚定 中国经济终将迎来 高质量发展的光明未来 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每一次调整与转型 都会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掀起波澜 而在国内 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 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 都与宏观经济政策息息相关 可以说 经济的冷暖 不仅是数据上的波动 更是千家万户的实际感受 中国政府的 顾本赔源策略 正是针对这些现实问题提出的 应对之策 目标明确 措施得力 综合来看 2023年的中国经济 正在经历一段调整期 然而 通过顾本赔源策略 中国政府 希望能够巩固经济基础 培育新的增长点 从而实现长远的发展目标 尽管挑战重重 但只要坚持改革开放 推动科技创新 优化营商环境 中国经济必将 在未来的道路上 越走越稳 越走越远 资本市场 作为经济的晴雨表 也将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 而逐渐回暖 为投资者带来新的希望和机会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我必须说 中国的经济政策雇本赔源 简直是妙道豪颠 你们看看 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简直是打造现代版的长城 不仅拉动了经济增长 还为未来打下牢固基础 这就像在修建一条通天大道 不仅方便了老百姓出行 还促进了沿线经济发展 再说了 谁不想在高铁上吃着煎饼果子 一路飞驰呢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像是刘备讲故事 听起来很激动人心 但别忘了 现实可没那么简单 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 有时候就像穿越沙漠着水 结果可能是打了很多井 却全是干的 你看看那些鬼城 高楼大厦是有了 可是没人住啊 你这高铁上吃煎饼果子 可能最后吃到的只有风沙 谢琪琪 你这是在唱反调啊 但你别忘了 科技创新可是中国的王牌 华为的5G技术 直接干翻了西方的垄断地位 你还记得火牛阵吗 华为就是用科技创新 打破了外部重重围困 所以我们的固本培员策略 不仅仅是盖房子修路 还有高科技的火牛阵 推动经济向前冲刺 楚天书5G技术是好 但你也别高兴太早 科技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 而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 有点像曹操带兵过赤壁 结果风向一变 全军覆没 你看看现在的经济环境 大学生就业难 降薪成风 灵活就业搞得人人自危 再多的火牛阵 也救不了那些连牛都买不起的普通人 谢七七 你这是未占仙气啊 改革开放40年 中国经济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任性 政府优化营商环境 简化行政审批 降低税费负担 这些措施可是大雨治水 疏通了经济血脉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 吸引了大量外资 激发市场活力 你总不能说 这些都没用吧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 好像是诸葛亮借东风 一切都顺风顺水 但事实是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和地缘政治风险 就像是狂风暴雨 说来就来 你政府这点措施 顶多算是个雨伞 根本挡不住暴风骤雨 资本市场的低迷 可不是靠几条行政命令 能解决的 投资者还得自己掂量掂量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哎 中国经济最近的寒冬 可不是一般的冷 连商场的空气 都带着一股子生意清淡的味道 就别提那些抢单子的 网约车司机了 即使你是个在家门都不出 天天看剧的超脱人士 也逃不过这寒潮的侵袭 新闻里大学生就业难 各行各业降薪的消息铺天盖地 资本市场更是像个敏感的小气鬼 一有风吹草动就抖个不停 反映出经济的真实状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政府提出了 顾本赔源的策略 这个策略听起来 有点像中医讲调理身体 其实就是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科技创新 优化营商环境等手段 来稳固经济的基本盘 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目的是增强内生动力 抵御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简而言之 就是让经济有个铁打的身板 不怕风吹雨打 先说说基础设施建设 这可是顾本赔源的重头戏 未来几年 中国计划大力投资于交通 能源 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 这些投资不仅能直接带动经济增长 还能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比如高铁网络的扩展 不仅让人们出行更方便 还能带动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 再比如新能源项目的推进 不仅有助于实现碳中和目标 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看来基建不光铁打 还能绿油油 然后是科技创新 这也是顾本赔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近年来 在人工智能 5G通信 生物医药等领域 中国取得了显著进展 例如 华为的5G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代表 通过科技创新 中国希望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提升整体经济竞争力 毕竟 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 再来谈谈优化营商环境 这也是顾本赔源的关键一环 政府通过简化行政审批 降低税费负担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来吸引更多国内外投资 比如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为企业提供了更加自由和便利的经营环境 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入住 通过优化营商环境 政府希望能激发市场活力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说白了 就是要让生意人觉得这里好做生意 然而 这一切听起来美好 现实却往往残酷 尽管 顾本赔源策略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 但资本市场的表现 仍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地缘政治风险 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等 都可能对资本市场产生冲击 因此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 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保持理性和谨慎 毕竟 市场的情与表说变就变 不能盲目乐观 总的来说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调整期 但通过顾本赔源策略 政府希望能够稳固经济基础 培育新的增长点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 但只要坚持改革开放 推动科技创新 优化营商环境 中国经济有望在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 资本市场作为经济的情与表 也将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 而逐渐回暖 希望这个冬天快点过去 春天早点到来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观众教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